三生不息繁榮昌盛 欢迎再度回到正传媒的理工团的意想世界 我们今天当然要看一下说 民进党一个最新的情势发展 而当然这情势发展就是赖清德 确定当了党主席 而民进党也启动了内阁的一个改组 所以看起来好像赖清德定义一尊 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像很明确 但是这边就要预告 赖清德的困难和赖清德的麻烦 才刚刚要开始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如果你关注这个频道的话 请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 谢谢大家 我们知道民进党和国民党 我们一直观察它 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文化 在国民党里面没有老大 只有大佬 所以国民党就算你谁是党主席没有用 你通通要常常受到那些大佬的钳制 所以国民党是大佬文化 而且那些大佬未必有选票 未必社会有声望 但是他就是老 古木勤兵常常会造成国民党很多很复杂的麻烦 而民进党呢 长期以来就是实力原则 三头主义 谁有power 谁掌握了power 谁就是老大 而这个老大呢 不见得跟你的职位有关 所以赖兴德现在虽然成了民进党的党主席 好像也是绝对的民进党2024的总统候选人 但是他未必是老大 挑战他的力量在整个情势里面 马上就出来了 特别是当整个1月8号吴云龙又败给王洪威之后 那个在1126陈前的声量上过去 一直在这几年因为蔡英文和朱贞昌养虎为患 这些与话语权的老大开始挑战赖兴德 压制赖兴德 所以事实上赖兴德肯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要处理的真正的麻烦问题 不是台南的黑金问题 不是邱莉莉的党成的处理问题 也不是其他的民进党怎么样让老百姓 让我们人民觉得民进党真的改变的问题 他第一个麻烦就是那些话语权的掌握者 那些侧义不想让他当老大 而这不想让他当老大 你就可以看到几个迹象 首先第一个呢 开始炮轰吴云龙 开始说吴云龙是送香功 好像吴云龙的这场败呢 是吴云龙无人 那为什么会针对吴云龙 因为吴云龙 其实他的整个选举当然会非典型选法 而在台湾的政治历史里面 非典型选法往往是在顺风的时候 吴云龙在这么一个立风的民进党立风状态 还选了一个非典型选法 这看起来是蛮让人触目惊心 不被看好的 可是吴云龙呢 他是新潮流的金孙 他这个金孙其实你要知道 他的国公就是吴乃仁 他的爸爸吴乃德 基本上在新潮流是很重要的角色 而新潮流现在的当家作主者就是赖金德 吴云龙其实这场选举里面 他在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就是是不是还要像这几年的民进党掌握声量 不断的发起攻击 利用侧翼像狼一样的到处施养 把一个选举打成的是负面战争 减法战争把对方搞垮就会赢 吴云龙不做这件事情 那你看跟赖金德决心参选党主席之后 放下声量 说出来说对于行政权力 民进党不应该护航 应该要求行政权讲得更清楚 民进党应该倾听 他在面对党员的时候 姿态放着跟民进党那种恰呀呀 完全不一样 他是说他们和民进党 是在加护病房里的病患 人民和党员才是医生 这些态度其实都跟吴云龙都在呼应 这是在做一个测试 如果说在整个立风的时候 换一个形态 换一个比较能够谦卑一点的形态 会不会重新让民进党 拿回一些中间选民 拿回一些年轻人 拿回一些知识分子 对他们的宽容 宽容之后给他们机会 给他们包容 可是吴云龙的这场选举 败了以后马上被攻击 所以这个叫做 彻翼武剑 意在轻得 而不是针对吴云龙 事实上我们回去看吴云龙 他这场选举真的选得出乎意料 王洪威当然是绕跑 而这个绕跑确确实实也让他的整个选情 不如国民党的预估 因为事实上整个状况里面 你会看到说先前的时候 国民党那边估王洪威在这个北松山 这么占优势 我们看开票的时候 光一个民生社区那一带 他就赢了六千多票 远远超过最后开票出来 只领先吴云龙的五千多票 就知道还是有一些机构效应 基本盘效应 但是只赢五千多票 原来国民党预估 与王洪威这种模式 这种战斗篮的一个典型模式 攻击攻击再攻击 可能是一万五千票起跳 甚至有人鼓倒是三万票 而事实上呢 一直在这场选举里面呢 吴云龙完全用不同的方法 其实也是跟赖清德想要走向的 一个比较温和的 比较倾听的模式 比较能够是用正面的模式的 一个选战手法 其实是在尝试做一个实验 先前一直到封关民调 甚至到最后选期民调的时候 一般预估 因为他是补选 因为其实也没什么纷争 也没有什么先期 什么满天巨浪 没有什么吵架 估的话 投票率不会超过四成 而王洪威 因为在这个北松山的基本盘 加上中山区 其实平盘的情况之下 加上国民党的议员 有动起来 估是估 已经一万升到一万五 但是开票结果出来之后 出乎大家意料 结果竟然投票率超过了43% 竟然多了5%以上的投票率 然后呢 吴英龙竟然只输5000投票 其实代表着吴英龙这个打法 选民还是买单的 选民还是期待有一个比较不一样 虽然他没当选 但是他这条路线是可以尝试的 可是这个可以尝试的话呢 那那些侧翼怎么办 那些侧翼 他们在这几年的时候 因为有很多的水肥车 所以就是这王世坚讲的 我水肥车之下 所以他们呢 有在这个民进党的选举里面 有个指挥棒 这个指挥棒 如果不去把它压制下来 那么整个民进党这些侧翼 是不是在赖清德时代之后 就没有发挥的空间 没有办法再就掌握这个指挥权 其实这是那些侧翼 所在内心里面最担忧的事情 因为权力不见了 而且另外一个情况是 他们不断的在攻击之后 接下来就是锁定 我们也知道高嘉瑜 跟赖清德的关系比较好 而王世坚呢 在这场选举里面 也去帮了吴英龙 而王世坚呢 确确实实 他有很多时候 讲话比较直接 但是比较直接 反而让人看到了早期的党外 早期的民进党那种 草莽 但是是非自己心中 是有一把尺的那种状况 所以你会看到 早战犯 开始不断的直接撤意 不断的攻击 高嘉瑜 不断的攻击王世坚 要求是要开除党籍 要处理他们 可是事实上 这不是一个民主进步的表示 这反而是一个文化和民主的退缩 我们问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说最近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 美国的国会议长麦考西 他经过了15轮的投票 最后还终于谈成了 让他成为众议院的院议长 接替了培洛西 这里面的过程中 美国的投票 其实他们的规矩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是早期一个民主国家 他们所定的分析是 议员议长的投票 在过程中是 每一个人是点名唱票 所以在点名唱票之下 你会看到就是 有20几个共和党的人 瑞于整个麦考西一些想法 一些立场不赞成 不支持 所以他们就是反对 这个过程中 你有看到共和党有党纪处分吗 有甲级动员吗 都没有 必须麦考西想尽办法 跟这些反对他的人 去游说 去沟通 甚至是某些承行做一些承诺 某些立场做一些改变 最后才惊险过关 那这样惊险过关 其实美国都一直是如此 上一次要选9次 才选出议长 是1923年 美国历史上有14次 议长第一轮投票就难产 但是美国从来不会去 用这件事情重新去确立 所谓的党纪处分 所谓的什么什么的 一个甲级动员 或者是发动 彻翼攻击这些不合作的党工 党工职人员 因为每个议长 每个议员 他们都是投票走出来的 他们就代表一定的民意 任何民意有不同的意见 就是想办法去沟通协调 这个才叫做民主的协商精神 美国最长的一次是1855年 1855年的时候是投了133次的投票 才投出议长 所以其实对美国来讲 他还是强大 他的民主还是让我们相信的 那为什么要针对高嘉瑜 为什么要针对王世坚 那个还是立威 然后现在就回来了 到底为什么这个话语权 在整个民进党里面这么重要呢 事实上你要知道 从一个党外到民进党时代来讲 其实民进党最早的时候 在台湾这个地方里面 他并不是一个有资源 有组织的政党 他就是靠理念结合 而在那个过民主的过程中 理念上他们要宣传的工具又很少 因为在威权的时代 三大媒体 不管是三大报 三大电视 都是国民党掌控 所以他们必须要创造一个有愿景 有想法 说服中间选民 让大家觉得说可以思考一下 所以其实对民进党来讲 掌握话语权 领导话语权 才是整个民进党的一个核心 也因为这样状况 所以民进党职位从来不代表老大 话语权 话语权的权势和创新 然后能够说服中间选民 说服更多人觉得 他讲的是对 这才是民进党的传统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过去的时候 施明德和许信良 都当过民进党的党主席 但是他们当党主席的时候 他们某些话语某些想法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话语权当时充满一个 创新人力的台北市长陈水扁 所以陈水扁在那个时候 才是民进党的实质老大 你不管哪个立委 不管哪一个党主席 都买一个民进党的大佬 都不如陈水扁 而他陈水扁当了总统之后 他是总统 他应该看起来就是老大了嘛 也没有 因为林毅雄 人格者的身份 林毅雄站出来 林毅雄的一个话语权 一定要坚持 要把和事给停下来 一定要坚持把国会的议员 国会的习师减半 林毅雄他有话语权 可是这个过程中 我们当然对于林毅雄这些坚持 对台湾是正是错 其实那有很多讨论见仁见智 可是民进党的传统就是话语权 而这话语权是建构在我能够游说社会 我能够让社会觉得跟随我 但是蔡英文和苏贞昌 他们其实这个世代 完全没有领导的想象力 事实上蔡英文好像现在说 终于把民进党复兴起来了 我们回到2014年 当时的话语权 其实不是民进党所掌控的 也不是民进党所创造的 是太阳花雪运 整个民进党当时其实 是落到不行 落到不行之后 最后突然爆发了太阳花 如果大家还去看当时的历史画面 当时整个社会里面 对于红色红利变成红色暴利 鲨鱼鲑鱼返乡变成鲨鱼返乡 社会上特别是年轻人和中间选民 知识分子有很多的不满 民进党完全没有话语权的诠释能力 也没有领导能力 突然爆发了太阳花 所以当时太阳花是突然起来 起来之后 蔡英文 苏贞昌 谢长平 这些民进党的老大们 只是坐在立法院前面 帮他们开门 避免警察攻进去 可是这个情况之下 因为他们是政党 所以最后在选举的过程中 击败了国民党 可是事实上2014年那一年 掌握话语权 透过网军 操作网军的是克文哲 所以网军的力量 大家越来越重视 而等到蔡英文最后 这个上来之后 整个蔡英文 其实并没有一个Leader的领导 而整个苏贞昌 是一个茶茶为名的酷吏 她对于行政的细节 也许管得很细 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的目标 整个国家的方向 也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整个情况之下碰到了 韩国瑜掌握了话语权 虽然他的很多话语实在是光怪陆离 可是韩国瑜掌握了话语权 创造了韩流 后来为了对抗韩流 又要对抗2019年 赖清德想要挑战蔡英文 网军和侧义 在民进党的一个扶助之下 快速的整个台湾声量的一个中心 也就是话语权老大 就是这些侧义 这些网易 这些1450 而这个情况之下 赖清德饱受旗鼓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有疫情起来的时候 疫情起来的时候 也是这群人不断的在发动 然后慢慢的民进党也学会了中央图房 所以由他们提供梗图 然后这些侧义不断的留他们自己的一套 所以他们已经变成是被换养出来失控的一群 而最后的失控就是到了这2022的一个选举 这场选举里面 民进党党中央蔡英文完全没有领导的人力 完全没办法在这场选举里面 提出民进党想给台湾人什么样的想法 什么样的思维 而苏贞昌呢 掌握着大量的资源 也是用传统国民党的方法 资源绑装 资源绑装 引起社会的反感 而话语权呢 看似很大 但是引起了社会的反感 所以最后投票出来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说 连传统的民进党 中间选民 年轻人 都觉得不应该如此 民进党因此大败 创党以来最大的一场败局 然后这个时候 民进党从1126到现在为止 愿意下去 愿意去倾听 愿意去听人家炮声隆隆 低下腰来 低下头来 弯下腰的 只有赖清德 所以赖清德也非常清楚知道 这样的一个情势 让网军继续去控制民进党的话语权 攻击攻击再攻体 这个只会让2024的民进党继续的惨败 而这样一个惨败里面呢 其实对于台湾也未必好 因为国民党呢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空空洞洞的韩国瑜2.0 只会讲好好的事情 什么能力也没有 什么愿景也没有 台湾真的要变成是一个烂苹果里面 再去挑一个比较不烂的 然后比较没有什么想象力吗 所以其实赖清德当然很希望 民进党他上来之后 民进党能够至少回到过去党外 到民进党炒创出席 在愿景上 在想法上 引领台湾前进的一个主导力量 可是这样一个思维 加上赖清德本身跟这些侧义 就我们讲的难听点 就已经有仇了嘛 不共赖天了嘛 到时候他被侧义攻击到了 拜托蔡英文要管束一下网军 所以这些网军当然也都知道 如果赖清德上来了 内阁又改组了 他们的那个王世间所口中的水肥 不见了 所以这个时候叫做威力阐事 展示他们的威力 给赖清德看 给民进党看 而现在你会看到就是 民进党赖清德真正的困局就是 经过蔡英文和苏贞昌 这几年的这么一个失去领导 在整个台湾的愿景 台湾的想象 里面的空洞化之下 这些侧义 这些网军 结果他们呢 已经自己形成了一个脉络 而民进党本身 没有方法 没有脉络 没有愿景 所以在话语权上 这个老大权 恐怕拿不到 赖清德和民进党党东央身上 那这个情况 赖清德就麻烦了 所以赖清德一定很焦虑 但是这种焦虑呢 他又很难处理 现在他的难题就是 现在这些测译 正在测试 而这个测试里面 他们又帮林志坚讲话 又帮林志坚说 然后又天天的 开始去攻击高宏安 坦白讲 中间选民和年轻人都知道 这是两回事 助理费攻击金 涉及了贪污制罪条例 那是一回事 新竹棒球场 里面有一些公共工程的问题 那也是一回事 那如果是一般的 正常的民主国家 都半码 双方互不相看 可是这些测译 刻意的把它卷在一起 卷在一起的目的 就是先前就是一个高家瑜 再过来是一个王世坚 他们发动了是党内大量的声量 要求赖清德面对 要求赖清德处理 如果赖清德屈服了 他们就知道 以后可以继续的用这个方式 掌握声量 挟持民进党 挟持那些民进党的外围的媒体 然后控制民进党的方向 那这个过程中他们在民进党的这个 话语权的主控上 还是老大 那赖清德就必须去搭配 那这样子赖清德又惨了 而另外一个赖清德更麻烦的是 现在他上来了 可是上来之后 叫做定义一尊 可是接下来有部分区立委 接下来有区域立委 他本来就想要做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改革 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初选 所以他会讲出来拍拍吴思瑶说 没有现任者优先 还是要有个初选的规矩 也会告诉洪森汉说 不分区立委 虽然民进党的规矩是可以做两任 但是不代表你一定做两任 那现在民进党在整个选局里面 2024投票和选民必然减少的形势之下 他们怎么办呢 如果他们又去结合了 目前正在跟赖清德 争老大话语权的 这群网军和侧域 赖清德党主席唯一的提名权 都会受到挑战 所以其实赖清德虽然看似定义欲针 但是我这边认为 如果赖清德的心智不够坚定 如果他屈服了 赖清德也就会是2015的朱立伦 最后只变成是一个 毫无作为束手无家的 无策的最后的独生子 然后拜了以后被视为 是要拜家制 此时此刻赖清德要想清楚 要该坚定就要坚定下去 谢谢大家